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手工 今天我翻出了一块榛织面料 来做一个热水袋的套子 接下来我要裁一些无纺秤的边条 以前的视频和大家分享过 手工尺上香有铝条是配合轮刀用的 用轮刀才铺棉,裁面料会很平整 把咱们裁好的榛织材料先用无纺秤烫一圈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 无纺秤烫过以后,针织材料就没有弹性了 方便后期车缝 第二个好处,面料烫了无纺秤就不容易卸开了 热水袋需要两片材料 我把这片材料的中心线上也烫了一段无纺秤 现在我们把这儿也剪开 然后先两边一烫,扯上一个拉链 接下来两片材料正面相对,咱们测一圈 这一圈线我会测两遍 第一遍就是平针 然后用锁边针再测一遍 翻到正面我又找了一块毛绒材料 再口子,这样子包一圈 热水袋我就做好了 把热水袋放进去了 像不像一件卫衣 还有一圈毛毛领的那种卫衣 是不是看着很暖和 我这个是有弹性的面料 所以我放的缝缝 只是放了一个缝缝 如果您用的是没有弹性的面料 建议大家稍微裁的大一点 放两厘米或者三厘米 因为做手工大了已经可以修剪的 小了那您可得重新做了 这期视频内容就是这些了 感谢您花宝贵的时间来看我的视频 记得要帮我们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